濃郁湯頭搭配大塊牛腱 還有Q彈麵條 這濃醇鮮香的臺灣味 再度登上國際美食版面 克羅埃西亞網站四月十四號選出 全球湯品前五十名排名 臺灣入選兩項 其中牛肉湯麵排名第十八 台式火鍋湯也獲選為第二十九名 而兩項湯品都獲得四點五分 評鑑專家更把牛肉麵評為 臺灣代表菜 你這好像蠻想吃的 有肉又有麵感覺很豐富 外國人還是來觀光的觀光客 第一手選都會想要吃一碗 臺灣做的紅燒牛肉麵吃看看 臺灣牛肉麵飄香全球 過去就有牛肉麵店獲選米其林 也曾登上CNN美食版面 這回再入選世界湯品排名 不過中國號稱美食大國 卻是一向都沒有進榜 相互慢煮將紅扁豆加熱陳泥 加入奶油攪拌均勻淋上番茄醬 十分鐘就能上桌被稱為土耳其國湯的扁豆湯 在湯品排行中擠進前三名 其他國家的湯品美食像是臺灣人也很愛的日本豚骨拉麵拿下第一名 其次是波蘭以獨特酸味聞名的祖雷克湯 第四第五名分別是印尼以生薑和辣椒製成的肉湯 以及墨西哥以辛辣味滲出的索帕德利馬湯 不同國家的傳統料理都各有特色 近新聞的劉佩穎黃洪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